《要講述真相,不要隱瞞罪惡》 這是法國資深記者莫里斯·杜瓦安 在反活摘世界峰會的第四場會議 媒體編峰會上的發言 杜瓦安批評中共犯下的活摘器官罪是反人類罪 是西方主流媒體卻迫於中共的經濟利誘 滲透和戰狼外交等對此保持沉默 不僅讓國際社會無法了解中共罪行的嚴重程度 也無法禁止惡行 很多醫生、民選官員和政策制定者 被媒體呈現的中共假象所迷惑 並長因得到好處或禮物 而對中共嚴重的人權罪行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甚至假裝看不見 6月14日 12名聯合國獨立人權專家發布聯合聲明 表示對中國的法輪功修煉者 圍族、藏族等少數群體遭到活摘器官 極為震驚 杜瓦安表示 有關調查文件是在艱難情況下取得的資料 長時間調查後公布的官方報道 卻在發生社自我審查後無法發表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表示 主流媒體對這個事件很少報導 台灣只有中央社報導 卻用了誤導性標題 聯合國專家稱 中國強摘少數族群器官北京爭斥 卻用了誤導性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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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活摘良心反器官的行為存在多年 法輪功學員是器官供應的主要來源 圍族穆斯林 藏族佛教等小肅民族 也都可能遭受過類似待遇 張錦華說 這是值得媒體關注的重大人權事件 但同樣 世界各大主流報紙卻很少報導 旅居法國的古巴記者記電影導演 佐伊凡德斯表示 中共當然會否認活摘罪行 但問題是一些媒體在幫中共打完牆 活摘器官是共產黨反人類的蠻酷刑 但是一些主流媒體不禁不加以譴責 還配合掩蓋甚至辯解 形同共產黨盟友 國際雜誌韓東的主任馬可·萊斯斌替表示 屈服於中共脅迫的記者不是好記者 雖然很多記者也都知道 中共聲稱觀賞器官的數量 和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對不上號 但他們依然在重複中共的謊言 助奏違約 造成更多無辜民眾的死亡 記者並非偵探 但他們在工作中可以從事一些調查的工作 記者不是信仰導師 但他們正當的工作能夠有助於滋養讀者靈魂 或為讀者提供某種指引 也不要當一位說教的記者 但是好的記者至少可以防止自己和讀者的靈魂 遭到謊言的毒涵 萊斯斌替呼籲記者公開討論 活摘器官的罪行信息 拼質疑中共回應的可信道 他認為這樣可以幫助防止中共對無辜者繼續殺戮 杜瓦安和張錦華同時敦促人 重視和支持獨立感言 建守職業道德的媒體 包括新唐人和大紀元 報告 全憑 地 你有 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